共读圣路加福音 那时候 耶稣向门徒和群众说 我对你们说 应爱你们的仇人 善待恼恨你们的人 应祝福诅咒你们的人 为悔报你们的人祈祷 有人打你的面假 也把另一面转给他 有人拿去你的外衣 也不要阻挡他拿你的内衣 凡求你的就给他 有人拿去你的东西 别再锁回 你们愿意人 怎样待你们 也要怎样待人 若你们爱那爱你们的 为你们还算什么功德 因为连罪人也爱 那爱他们的人 你们善待那善待你们的 为你们还算什么功德 因为连罪人也这样做 你们若借给那些 有希望偿还的 为你们还算什么功德 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 未能辱数收回 但是你们当爱你们的仇人 善待他们 借除不要再指望收回 如此你们的赏报 必定丰厚 切要成为至高者的子女 因为他对待 忘恩负义的人 和恶人是仁慈的 你们用到慈悲 就像你们的天赋 那样慈悲 你们不要判断 也就不受判断 不要定罪 也就不被定罪 你们要赦免 也就蒙赦免 你们给 也就给你们 并且还要用好的 连岸带药 以致外溢的声斗 倒在你们的怀里 因为你们用什么声斗 量给人 也必用什么声斗 量给你们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昨天我们读的是 真福八端里边的四端 真福和真祸 我们起了一个名字 叫门徒的生活 一个真的门徒 是跟 非基督徒 没有信仰的人 不一样的 我们不能像世界 所拥有的价值观 他们认为宝贵的 我们可能就要放下 他们避之不及的 我们追求 贫穷 富有 哭涕 欢乐 饥渴 饱 受迫害 被举扬 这两种 属于两类价值观 一个真正的门徒 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 起名称叫 门徒的生活 那么今天 耶稣 在同一个场合 讲完真福之后 继续讲到 做门徒 应该有的 关键的一点 很彻底的一点 也可以说 门徒的特色 那是什么 爱仇人 有一些人信教 听了道理 觉得哪都好 教会要求我们 做好事 正符合我的心意 结果 听到 爱仇人 受不了了 打死我 我都不会爱 到死 我都不会爱他 我没办法 那你没办法 教会怎么能够 接受你 所以就 好了 我不信教了 你们教会 哪里都好 就这一条 我做不到 为什么耶稣 这样要求我们 他说 你们的父 是慈悲的 你们该像父一样 天父是爱 他没有一个仇人 即使人 即使人们 一直伤害他 他还是 把我们看作 他的孩子 每次 我们回来 他都 接待 拥抱 甚至我们不回来 他一直在寻找 在他眼里 没有仇人 他也要 他的孩子们 耶稣 要他的门徒们 像父亲那样 慈悲 充满爱 耶稣 自己 伯德鲁问到他 我爱仇人 该多少次 七次吗 耶稣说 我不跟你说七次 七是个七次 我们知道 那里不是数学 让我们得出一个 到底多少次的结论 而是无数次 这是犹太人的说法 不要去数了 什么时候也要宽数 到哪里都要宽数 耶稣自己 在十字架上 被人杀死 他说 父啊 宽数他们吧 一点做作也没有 那时候 并不是说 为了给我们立榜样 他完全像天父那样生活 接纳 原谅每一个人 在这里 耶稣具体地教我们 怎么样爱仇 怎么样对待仇人 这个不容易 但是我们也要去做 他教我们做四件事 爱仇人 善待仇人 祝福仇人 为仇人祈祷 四件事 爱仇人 我觉得 从心里 先不要有恨 一提到他 就咬牙切齿 脸 红脖子粗的 有时候会 虽然我们宽数了 一想起这件事了 也是 还生叹气 哎 别提了 一提我就有点难过 这个是很正常的 哦 爱仇人 不等于是 一提仇人 就想见到自己的亲人 巴不得想见他 我告诉你们 永远达不到那个地步 嗯 爱是一种决定 不是一种感情 感情上就觉得亲的不行 像最好的朋友 哎 永远达不到这样的爱 那是感情 首先爱是一个决定 提到他 我又流泪了 我心里又难过了 可是我决定不再追究了 我决定这件事 我要放下 原来 为一件事 比如说 我知道的一个例子 一个人 他的父亲被别人杀死了 你想他的仇恨有多大 那个斧子就放在枕头旁边 随时就是想 如果仇人再来 我要看死他 一方面自卫 另一方面再想办法报复 找机会 找机会有一天 一定要报仇 杀父之仇 不共戴天 这是中国的话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所以在找机会的这几年里 他认识了教会 后来就进了教 进教以后 他说 那我现在要放下仇恨吗 神父说 是的 我再考虑考虑 又考虑了几个月 他说好吧 我想通了 我不再报这个仇了 但愿天上的父亲原谅我 他是一个好人 我原来以为 他一直要我报仇 可是现在 我觉得 他也不愿意 一直让我生活在仇恨中 好吧 普通就跪下 跟父亲说 父亲 你在天之灵 你应该知道 我现在信了天主 我不再报仇了 我开始用爱 来生活 活在爱内 我想你更有安慰 多么不容易迈出这一步 所以 爱仇恨是一个决定 我决定放下这件事 不再报复它 我跟它可能像 普通的人一样相处 加了面 该说话了 说个话 可能我们 永远不在共事 比如说以前 我们在一起 现在我知道 我们放不到一起 那好了 但是 我像跟普通人来往一样 这就是爱仇人的意思 善待恼恨 善待仇人 还有就是 他有困难了 需要你帮助 你能不能伸出手来 如果一个普通的人 需要你帮助 你会不会 会 就因为他以前得罪过我 我才不理他 这还不算 爱仇人 包括 他真的是有需要的时候 现在需要你拉一把 一个跟你没关系的人 生病了 听说大家都在捐钱 那好 我也捐 没多有少 一百二百 对我也没什么损失 结果一挺是他 大家都在捐 在医院里治病 那 我才不捐呢 这个就是你的仇恨 还没有去掉 可以 我就像跟别人一样 我也捐上一百二百 做一个正常的 这就是善待他 帮助他 我只是举了一个例子 当然有很多 善待仇人的方式 应祝福仇人 是的 跟别人谈起来 有时 别人 说起他的什么 是非 我不再说 我心里 知道我既然是爱 可能要是普通的人 我就顺口说几句 可是他 我不要再接这块伤疤 按照正常的情绪 我会说 嗨 你们可不知道他 我比你们了解的最深 我们在一起共事的时候 他出的什么事 我跟你们说一说 你们就了解他了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诅咒 祝福就是希望他好 祝福就是我们祝福天主 赞美天主 说天主的好 祝福别人就是说别人的好 但愿他的名誉 但愿他的路越走越宽 我不拆他的台 不堵他的路 这个是祝福 最后 祈祷 对 我常常想着他 为他祈祷 希望他越来越好 看这是耶稣教我们 爱仇人 做到的四件事 随后在今天的福音 耶稣也教我们 爱的时候 不要求回报 多少次我们希望回报 我们做一件事 希望至少对方 说个谢谢吧 很知恩 很感恩 或许有一天 对方可以帮助我 我从对方身上 能够得到点什么 耶稣说不要这样 小德兰举一个例子 都是修女们 在会员里生活 每个人有着自己的工作 如果一个修女说 来请你帮我一下 你可能会说 我的工作还没做完 这不行 等我抽空吧 再帮你 可是如果这个人说 你帮着我一下吧 我已经跟院长 为你请假了 跟院长说过了 院长说 你的工作 可以以后再做 或者让别人来做 你帮我吧 那时候你会很高兴 好了 因为你已经有回报 知道你的那份工作 不用做了 小德兰说 这个就不好 真正的爱 是看对方的需要 不是为了回报 为了让自己保险 等等 最后 耶稣还讲 我们对待人的方式 连按带咬 甚至外溢 这就是天主的抗慨 天主的爱是这样 没有办法衡量的 总是超过公平的 本来是公平 正好爱是要超过 不要讲道理 我常说爱不讲道理 他这样 我应该那样 那不叫爱 他这样 我就以另一种方式 让他想不到的带他 这叫爱 弟兄姐妹们 这是门徒的生活